土黄色双十图形搭配荧光粉和草绿色线条 这是今年国庆主视觉金黄双十 要庆祝双十节 但却没有中华民国国旗 也没有任何国号字样 只挂上了台湾National Day 明明是Report of China的National Day 讲是台湾National Day 国庆怎么变成台湾国庆呢 那台湾已经变成一个国吗 没有嘛 国民党痛批蔡政府 故意让国旗国号被消失 可以忽略 磨灭历史还有这件事 素转会公布中正纪念堂转型方案 规划成为反省威权历史公园为主轴 要改造移除园内权威象征 包含移除前总统蒋介石通向 素转会掳掠出中正纪念堂 几个需要改善的权威空间 他们认为包含从入口走到大厅 以及大厅前面这个阶梯 都是有仰望的感觉 因此都需要被改造 另外包含排楼广场大道 酒庭堂体同向大厅等等都会被调整 中正纪念堂未来的规划 应该要跟社会各界充分的沟通跟对话 而且要还原历史的真相 但是今天促转会的做法 以及他们的提案 只是制造更大的社会对立跟仇恨 蔡政府民进党执政 促转会积极运作 国民党也宣知没有战力 真的不行 资深媒体人赵绍康因此组成了战斗篮 号召立委议员来念宣言 不过也被解读是刺团 我们就不希望变成党团了 我们就是一种精神上的结合 在野党尽管不透过号召 要有战力似乎也是应该 TVB新闻话少朋友才为台北报导